透视一经解锁密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禅宗说挂的实力解剖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灵财富的故事 很久以前 法海市的禅师有两个优秀的弟子 一个叫吴明 一个叫悟明 因为他们的品德 学问还有人缘都很好 所以天会禅师很难决定 谁是下一任的住持 有一天禅师跟他们两个说 我要去外面云游一段时间 几年之后才会回来 我有两个宝贝要交给你们 请你们好好的替我保管 然后禅师一人给他们一本经书 吴明一拿到宝贝 赶紧把他放到箱子里面 然后还锁起来 确定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箱子之后 就把他买在寺院一个很少人会经过的地方 另外一边 悟明拿到宝贝之后 每天都在仔细的研究里面的内容 时间已久 他不但把经典都背起来了 而且也有很大的感悟跟进步 平坚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隔年的春天 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 大水来得又快又猛 把法海市大部分的建筑都冲坏了 还好吴明跟吴明两个人赶紧带大家离开寺院 才避免有人员受伤的状况 在水灾发生之后没有多久 蚕尸就回来了 他先去关心大家的安全 然后才问吴明跟吴明 我云游之前交给你们的宝贝 现在在哪里呢? 吴明惭愧的说 师父 你交代给我的宝贝 我本来是把它藏在寺院里面 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但是谁知道会发生那么严重的水灾 那个宝贝 现在也不知道被冲去哪里了 蚕尸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但是也没有责备吴明 他转过来 问吴明的状况 吴明回答 师父交代给我的宝贝 虽然因为水灾的关系 我来不及把他带走 但是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很认真的研究 想办法把内容都记在心里 所以只要给我笔根子 我就可以完整的操录出来 蚕尸跟他的两个弟子说 只有保存在心里的宝物 才能够永远的珍藏 天灾人祸 能毁掉很多的金银财宝 还有古董宝贝 但是却没有办法毁掉一个人心里的财富 人生真正的富裕跟成功 在于内心的繁华跟光彩 能活在世间能够贫穷 能够没有学问 但是绝对不能抑制消沉 没有精神 内心也不能空无一物 一个内心有千山万水的人 绝对胜过一个家财万贯的人 表面上的财富 永远只是表面 出生的时候就没有 死的时候也带不走 所以只有努力增加内心的财富 提升自己的灵魂跟精神 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美好 后来禅师就把法海事托付给悟民 希望他运用他内心的光明跟智慧 振兴法海事将佛道发扬光大 1.准备三个古铜钱 或是一般的硬币 图案的那一面代表着羊 文字的那一面代表着阴 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然后把钱币放在双手的手掌心 在心中默念今天的月令日之 然后拜请福西 文王跟周公 指示你想要站稳的事情的吉凶好坏 接着摇动手中的钱币 把钱币轻轻地丢到桌子上 由下往上记录直出的六个阴阳 请示完内挂 也就是下挂的三个窑之后 要再默念一次想要站稳的事情 继续值钱币 完成外挂 也就是上挂的三个窑 补充说明 月令日之相当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判断吉凶 所以要自行去查询 万年曆或是农民曆 举例说明 国令111年3月18日 它的月令日之就是 任引年 回卯月 跟五日 三 确定好日之之后 接着要将空王的部分找出来 日之是由十天干与十二地之组成的 两两一组配对 一定会有两个地之 没有搭配到天干 这两个地之就是空王 例如 普挂当天是更五日 我们将天干和地之都配对好了之后 会发现 虚跟害两个地之没有对应的天干 所以是空王虚害 四 当我们在记录瑶的阴阳时 要以少的为主 例如 三个钱币中是一阳两阴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阳 如果值出的结果是一阴两阳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阴 如果三个钱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要特别记号了 因为这代表有变卦 三个钱币都是字 就是老阴 都是图案 就是老阳 在变卦以后 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少阴 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少阳 在庄六亲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庄地之 庄地之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 阳卦庄阳地之 阴卦庄阴地之 阳卦为 前 正 坎 更 阴卦为 坤 对 离 迅 阳地之 为 子 隐 臣 武 身 虚 阴地之 为 丑 卯 似 未 有 害 有一点 有一点 有点 要特别注意 在庄阴 在庄阳地之 在庄阳地之的时候 要从顺时针的方向 因为 子是前阳之事 所以 要照着 子 隐 臣 武 身 须 这样的顺序来庄 但是 在庄阴地之的时候 因为 为 是 坤阴之事 所以 要从 逆时针的方向 照着 胃 似 毛 丑 害 有 的顺序来装 从 初遥开始 顺序 由 下 往上 每一个 遥位 分别代表的 地之 如下图 我们说过 十二地之 有各自 代表的五行 从 右下角 顺时钟来看 害子 为睡 银 卯 为目 四五为火 身有为金 剩下的 丑 尘 味 须 都为土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只卦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生活当中 会出现一道又一道的阻碍 会让我们以为 自己输给了生活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输给那个 着急 惊恐 跟忧愁的自己而已 人生中处处都是选择 快乐的过也是一天 痛苦的过也一样是一天 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绝对不要逃避 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想办法来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 才是正道 今天就要用各种不一样的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实际上 发生过的案例 看是要如何透过一金普卦 推算出问题的答案 以及如何将我们曾经学过的解卦技巧 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 这次卦是方先生要问朋友久病的状况 根据卦象的显示 患者的状况已经很严重了 医药治疗的效果不明显 普卦的日期是丁太年以四月吉卯日 空王是生有 方先生普到的卦是水地笔 东第六窑便风地关 方先生的朋友是他当兵认识的 他们还在军中的时候感情就很好 一直到退伍之后 他们也常常约出来喝酒吃饭 方先生知道这一段时间 他的朋友为了工作的事情非常辛苦 还有忙碌 为了要拼出好业绩 朋友每天都辛苦的加班 除了要长时间坐着以外 为了省时间跟方便 他都是吃炸的东西 或者是微波的食品 非常的不健康 差不多有五年左右的时间 他的朋友每天都要排便三次以上 他以为自己是太过紧张 有肠躁症的毛病 但是因为状况不是很严重 所以他就不管他了 不过从几个月前 他常常听到自己的肠胃 会发出声音 而且每天至少都要排便七八次 但是上完厕所之后 他依然会觉得肚子不舒服 也曾经吃过益生菌 增加休息还有运动的时间 但是状况都没有得到改善 一直到有一天上厕所的时候有血 他赶紧去照大肠镜检查 才知道他的大肠里面 有一颗五公分的肿瘤 而且已经是大肠癌的第四期了 状况是很不乐观 方先生去医院烫烫他的时候 发现他的精神非常的差 整个人都衰老了很多 让他非常的难过 因此才会想要透过普卦来知道 他朋友的病情会如何 问病的用神我们看的是观鬼 但是因为这支卦主要是要问朋友的状况 所以硬摇的部分也要特别的注意 四摇做的是用神卯木的观鬼 观鬼临日成 而且五行木的帝望在日之卯 代表患者疾病产生 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 硬摇代表方先生的朋友 硬摇做纸水的七材 动画卯木的观鬼 柴摇没有日月来升福 是修求五根的状况 柴摇动画用神 凌日成卯木的观鬼 表示患者要注意病从口入的问题 不只是这样 七材动会聚生代表疾病的观鬼 表示病人的病症还会加重 甚至会影响到脾胀跟肠胃的部分 四摇做的是继承生经的子孙 代表医药的子孙 不但修求五根 若空亡 还被阅令似火的父母合走了 根本就没有能力 克制代表疾病的观鬼 这样的卦象就表示 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药物治疗没有办法发挥太大的效果 总结来说 用神、观鬼、磁士还凌日成 卯木的观鬼 递忘在日之 代表病人病魔产生 健康状况非常的不理想 硬摇止水的七材 动卯木的观鬼 柴摇不止动画观鬼 还会去生四摇的观鬼 观鬼的力量被加强 对病人来说就更加的不利 再加上代表医药的子孙瑶 修求五根 所以目前选择的治疗方式 没有办法改善病人的病症 顶多只是减轻他的痛苦而已 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身体健康心安宁 投资求财必得力 一起学艺经 家庭幸福永同心 修行路上可见性 禅宗书卦节目 护持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这只卦是吴先生 要问自己肝癌的状况 普卦以后得到的结论 是吴先生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 恐怕要有行李准备 普卦日期是新卯年丙生月即有日 空王是银卯 吴先生普到的卦 是雷哲闺妹 董初遥便雷水姐 吴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有一个贤惠的太太 跟一个上大学的女儿 他第一次被检查出来肝脏、长肿瘤 需要开刀的时候 他的女儿才读高中 当时为了要让女儿放心 他隐瞒自己得到肝癌的事情 两年前 他定期检查的时候 发现病情恶化 肝脏又长出一颗新的肿瘤 这一次开刀完之后 吴先生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 医生有提前跟家属说 如果他的肝脏又长出肿瘤的话 这一次恐怕就没有办法再开刀了 前一段时间医生跟他说 吴先生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而且因为是新药的关系 吴先生开始出现脏器跟腹部积水的现象 渐渐的他的其他器官都被积水压迫到 造成他的食量变少 四肢水肿 原本靠药物治疗加减还有帮助 但是最近这些药物都没有效了 他只能靠止痛药来减轻他的痛苦 虽然吴先生知道自己可能剩下没有多少的时间了 但是他还是期待能有奇迹的出现 因为他真的想要看到宝贝女儿找到他的幸福 想要牵女儿的手送他出嫁 也因为这样 吴先生才会想要透过苦瓜来知道 他的病情会如何 甘来恶化的速度 能不能得到控制 因为这只卦是吴先生要问自己的状况 所以用神看四肴的六亲 四肴做的是用神仇土的父母 父母没有日月来申福 是修求无根的情形 因为父母会克代表医药的子孙 所以父母此事有妙药蓝条的含义 表示治疗以后得到的效果很不理想 硬谣虚土的父母 跟四肴仇土的父母之间 是丑虚形的关系 行有行克 行害的意识 对病人来讲是相当的不利 二肴卯木的七才不但修求无根 裸空亡 而且还是日冲暗动的情形 柴肴暗动回去生初遥的关鬼 初遥似活的关鬼动画影幕的七才 关鬼动画柴肴空亡又化破 久病缝空以及久病缝破 都是不利的挂象 表示病人会有生命的危险 总结来说二遥卯木的七才 不但悦克空亡 还日冲暗动去生初遥的关鬼 初遥似活的关鬼动画空 化破 而且关鬼动身四遥仇土的父母 父母此次有吃药没有效的意识 所以父母的力量被加强 对生病已久的吴先生非常的不利 再加上这只挂里面出现久病缝空 跟久病缝破的状况 因此才会说病人目前的状况很不乐观 非常的凶险 后来才知道吴先生的病情恶化 在同一年的11月份就过世了 这只挂是谢小姐要问开公司的状况 根据挂象的显示 虽然一开始公司的营运还不错 但是后来的状况会越来越差 甚至还有赔钱的危险 普挂日期是更饮年新四月更饮日 空王是五位 谢小姐普到的挂是风雷翼 洞二窑便风则中拂 谢小姐大学开始就在一间 行销公司实习 毕业之后直接被公司录取 成为正式的员工 本来他们公司的老板 是要把公司留给他的儿子 但是他儿子在美国读法律 想要留在那里做律师 加上他的老板年纪已经大了 身体也不好 就决定要把公司收起来 安心的享受退休的生活 当时谢小姐的父母听到他失业 就带他去一间公庙拜拜 结果他抽到一支上上签 庙公跟他说 上次抽到这支签丝的人 现在已经是一间公司的老板了 而且有车有房 谢小姐的父母一听到这样 就答应要给他投资 让他开公司自己当老板 幸运的是 他之前的老板知道这一件事情之后 就说可以无条件 让他把以前他负责的客户资料都带走 因为过程实在是太顺利了 反而让他觉得不踏实 因此他才会想要透过普卦来知道 他如果是独自自己开一间公司的话 能不能赚到钱 问公司赚钱的用神看的是七财 是要做用神尘土的七财 才要有月来生是妄向的状况 代表谢小姐的公司能够赚到钱 不过硬摇卯木的兄弟有日来福 兄弟旺对求财是不利的 加上二摇做祭神引幕的兄弟 动卯木的兄弟画镜神 二摇的兄弟林日成还动画镜神 兄弟动必客财 表示谢小姐的公司只有一开始 赚得到钱而已 渐渐的公司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差 最后会以赔钱收场 总结来说 虽然四摇做用神尘土的七财望向 但是硬摇做卯木的兄弟 硬摇克四摇兄弟克七财 不只这样 二摇临日成引幕的兄弟 动卯木的兄弟画镜神 兄弟客财的力量会越来越强 这样的卦象对赚钱来说 有越赔越多的意思 因此推断谢小姐的公司 是先及后凶的状况 未来赔钱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甚至公司也会因为赔钱的关系 结束营业 这只卦是张小姐 要问她朋友的感情状况 普卦以后得到的结论 是她朋友的缘分还没有出现 现在不适合求姻缘 建议过一段时间再说 普卦日期是更饮年 新四月及丑日 空王是五位 张小姐普到的卦是风雷翼 张小姐的朋友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 张小姐知道她朋友目前的生活重心 是她的事业还有父母 但是她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 她也知道她的朋友 自己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 因为她朋友是家里的独生女 所以要负担的责任也很多 之前张小姐她朋友在外县市出车祸的时候 为了不要让父母担心 她都不敢说也不敢回家 是张小姐特别坐车去陪她 照顾她的 还有一次她的朋友被房东刁难 也是张小姐出面替她争取到 她应该得到的权利 张小姐知道她的朋友习惯忍耐 把所有的委屈都自己承受 所以也很心疼她 希望她可以早日找到一个 能够依靠的好对象 因此她才会想要透过普瓜来知道 短期内她的朋友的感情 可不可以开花结果 因为这一只卦主要是要问朋友的状况 所以用神看印瑶的六亲 印瑶做用神卯目的兄弟 兄弟没有日月来升福 是修求五根的状况 印瑶代表张小姐的朋友 因为兄弟在感情方面 是阻隔之神 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遇到兄弟出现的时候 要问感情都是不利的卦象 印瑶做兄弟 就表示目前她的朋友的桃花运 还没有开 短期内都不会谈恋爱 若是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交往的机会 就需要过一段时间 重新普卦才可以 总结来说 本卦没有代表男性的观鬼遥 只有有金的观鬼 浮在四遥成土的器材之下 浮神有金的观鬼有日来生 印瑶做感情的祖阁之神 兄弟遥 观鬼会刻印瑶的兄弟 这对感情来讲是相当不利的卦象 加上印瑶代表张小姐的朋友 就表示目前不是谈感情的好时机 短期内她的朋友很难会遇到好的对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实力解剖 希望透过今天的解释 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如何透过一金来替自己指引方向解除疑问 走进一金的世界了解挂的运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让您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